Kinney郡警長布拉德·柯一說 穿過Kinney郡的非法移民在過去知道尊重當地人 他們基本上遠離私人土地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在過去的6個月裡非法移民穿過牧場 破壞圍欄和水管 甚至闖入別人家裡 打開水龍頭也不關 Kinney郡時常會發生圍欄被剪開的事情 警長柯一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圍欄上被人有意地打出4x4的大洞 或者是整個10英尺長的一塊完全被剪斷 要更換圍欄要花不少錢 幾位牧場主說 更換一英里的圍欄可能要花費高達3萬美元 當地警長說 主要是成群結隊的年輕男子在牧場裡經過 現在他們對當地居民索取更多 更帶有攻擊性 許多牧場主和房主受到非法移民的威脅或恐嚇 很多人在自己的居所或土地上也不得不隨時帶著槍 另一位在伍瓦爾德郡的警長盧本·諾拉斯科表示 隨著今年非法移民的湧入 車輛盜竊 入室盜竊和其他犯罪活動普遍上升 在大多數被攔截的車輛中 他們都能找到武器 諾拉斯科郡的警長表示這實在太瘋狂了 他說 一團糟 就是這樣 但這裡似乎沒有人關心我們 我們距離邊境有60、65英里 他們說一切都好 不是的 一切並不好 天利郡警長柯一說 他不指望在今年10月之前情況會好轉 因為夏季通常是最繁忙最危險的越境季節 新唐人休斯頓記者站報導 到達到